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个角色其实都有我本身的一些特点 然后这两个角色的话其实我更喜欢 更运行 你出演的角色哪个你最喜欢 都是我的心头肉 我都很喜欢 对民国类的剧本感不感兴趣 特别期待看到你穿军装的样子 如果你期待的话那我就感兴趣了 你以为一种联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方女 情女 国女 仇女 都可以 这就是女的是吗 对 觉得人世间最珍贵的是什么 最珍贵的呀 最珍贵的就是能够好好的休息一天 我有五力的睡一天 今天这个问题我是在提问的这个网友问的 请想问一下我老公觉得自己是一个七家好男人吗 谁是你老公 我不是你老公 我 反正一个人宅惯了 算是 饿不死 你是暖男吗 游戏里如果遇到你玩家会不会手下留情 不会 游戏里如果遇到你玩家会不会手下留情 会留情 对于你在逗逼这条路上一去不复返你有什么打算 我不逗逼啊 我这么就二十八经的一个 你什么时候能出一个游戏教室 感觉你玩游戏比较厉害 首先先感谢你认可我在游戏上面的这种实力 然后对于这个的话 只要公司允许我觉得随时的会出 经纪人还有五秒到 来 你让他来 来 你让他来 你看他能不能阻止我聊天熊联盟 对于即将女孩的十九岁生人有什么感想 我才十九岁我还小 还可以无忧无虑放肆地继续地活下去 女朋友和游戏你也就更重要 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比较少 喂 云西哥哥是我 你能不能先别挂电话 我就问一句别的小朋友都有人接了 你什么时候接我回家 你放学我回家 如果让你一年不玩《英雄联盟》你会怎么样 不可能 设想一下会怎么样 我洗掉